高向置离不开好镜头 这一期我们用金宝微单轨 把罗敦斯德HR50用在索尼α724机身上 看看能否比肩数码后背 这是金宝微单轨 装上HR50镜头作为前组 装上索尼α724机身作为后组 中间用磁吸皮枪连接 微单轨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它的妙处在于后组双向移轴 既可以上下又可以左右 还能快速切换横竖构图 前组可以抚仰和摇摆 另有佳能EF口镜头版备选 可以调节EF镜头的光圈 后组双向移轴 只要脚架够稳 手法够柔和 可以完美揭片 这是9张素材 经过PS自动拼接 得到了一张2.6亿像素的成片 放大到100%看看细节 这里是五康路 装好微单轨 5s毫米移轴刚好能拍下五康大楼 构图有点满 时间充裕的话可以接片 再用Face IQ3100数码后背拍一张 镜头和物具都没变 但后背的CMOS到了2.5倍 所以它成像更广 放大到100% 比较两者的细节 因为α724的像素密度更高 而IQ3100的像素密度和α723一样 所以后背的结像小于微单 α724的局部细节更大更清晰 再来到上海博物馆 和IQ3100的比较一下 结论一致 同时,用重量的切开 接着核档子 在下海博物馆 放大一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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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来到外摊 和同机位后櫃拍摄的对比 只要镜头犀利 且使用后组移轴的方式接片 α724可以比肩飞斯1.5亿像素后背 可以超越飞斯1亿像素后背 当然这只是理论 由于镜头法兰距和机身卡口直径的限制 罗敦斯的HR系列的40、32、23三支广角镜头 无法在索尼位单上合胶 从而限制了它的使用场合 而数码后背的CMOS前面没有任何遮挡 可以使用所有优质镜头 所以它依然是广角摄影的王者 但是它依然是广角摄影的王者 所以它依然是广角摄影的王者 所以它依然是广角摄影的王者 最后一位是广角摄影的王者